现在继续开会 报告院会 本次会议进行施政报告族群后 进行散会 本日会议 依施政族群期间前例 于下午1时50分 处理临时提案 报告院会 现在对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报告 继续族群 今天进行立法委员个人族群 司法及法制组织族群 现在请存在唐山族群 现在时间为15分钟 主席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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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我们院长跟部长 徐尔兰兰兰兰兰兰 有關台灣的民族 對談的就是有關台灣的民族 在1993年 那20年之後 今天在這個地方是我最後一次 在我們這個殿堂裡面 來提出我的看法 今天我要跟兩位 來對談的就是有關 台灣這個法治正常化 這個議題 因為這個有了名字之後 我發現到我們國內有很多 這個冤枉的事情發生 就是司法不公平 這種事情我想今天 我們花幾分鐘時間來 把這個重點提出來 讓各位加上一個相關的院長 深ун楊大利區 對於我覺得 都算有很多很大的 影響 你同意吧 是 那民族跟法治 這個是正常化國家的兩個 最大的一個基礎 一個foundation 你同意吧 同意 那在這一個情況之下 就是立法部門 絕對不能夠干預這個司法的一個獨立 立法部門不能干預 行政部門更不可將這個黑手 生日這個司法 要革增三權分立的一個權力堅衡 這才是真正法制的國家 這我想應該是 你當部長應該沒問題吧 應該都同意 我們現在再回過頭來看這個 依法行政跟這個行政的材料 按照這個刑事訴訟法第457條 第457條 二十 全責來認定 一 你這個應該是 我們提的這些都是 最基本的 一個國家的一個大法 假定這些法令 法院 貴單位 已經有 某種確認的一個程度 確認之後 我想其他這個行政單位 是無限的過問 對不對 要遵守 這個最基本的這個案子 我們在這個地方已經確認 這個部長經理會做 我們請這個行政院長 我們請這個行政院長 所提一次來 跟他對談的這些基本的 我們對法令上面的一個看法 我想 你都聽得非常清楚 對不對 你都已經聽到了 對不對 院長 是我想這個 這個 這個 我現在 要來請教你一下 既然 我們這個法務部 他講得這麼清楚 那我們這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在102年度的判決案 第270案 這個 跟這個經濟部是有關的 這個案子 我們現在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現在這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 我在請教你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 一個 一個假的 一個作弊的 一個案子 這個 法院已經認為這個是final 既然是final 我剛剛跟這個部長 已經提過 我剛剛提出這幾個question 他都同意 那你們這個 經濟部行政單位 有錢干涉嗎 這個案子是不是已經final 你應該知道我在 我現在提到是哪個案子嘛 這個 這個案子已經是final 所以我在這邊 我們現在就提到 就是一個sovo這個案子 就是非常重大的一個弊案 就牽涉到這個是幾百億的 這個 這個 金錢 這個 這個對整個台灣來講 是我認為是一個 最大最大的一個弊案 那既然這個行政 這個司法單位已經做 這個明確的一個判決 您這個經濟部有權力去干涉嗎 有權力去做 做自己的一個解釋嗎 原始論 這個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內容 就這樣講說 原始論實用法條 是錯誤的 相關登記項目跟內容 並且 父親 不可分 全是 不可分 全部 講的 引念 正是 我再提另外一個 經濟部對公司登記資本額有查核這個權責 應依公司法第七條跟第388條的規定令其改正 這裡面講得非常清楚 這是法院裡面的一個判決 是這樣講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經濟部有這個材料代墮的違法 這是我今天要在這個行政院 我會提一下 韓國立燦議員 黍設議員 你要立即指示,經濟部依法查核重委行政處分 這個院長 我知道在這個地方因為時間有限 我只有這個15分鐘的這個時間 但是這個案子你已經非常清楚 我們講了好幾次 我們這個經濟部部長也在這個地方 也講了好幾次 也講了好幾次 我這個地方 我在repeat一下子 泰流公司登記 已經沒有不確定的空間 這個沒有這個不確定的空間 這個法國部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早應該依據刑事判決 跟這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從未此分 我把這個理由講給你聽 第一個 過民刑事判決已經確定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這是final 已經確定了 過民中刑事判決已經確定 過民中使公務員業務登載 不實質有罪判決事實與效力 受任何的影響 這是不受任何的影響 OK 這個是不受任何的影響 你們還可以讓一個假的文件去登記 這是有關 這是有關幾千億幾百億的財產的這個問題 然後最高行政法院指責經濟部 會進行實體查核 這是有違誤的 現在當然應該按判決來進行實體的查核 所以這個最高行政法院來已經指責 所以你們這個行政單位有著採量 這個帶動的這個行為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再重新再講一次 就是請教院長 這個案子 最後哪一個人 我們要聽哪一個人的話 哪一個人說yes 最後是哪一個人有這個採量權 這個院長你跟我講清楚 到底我們要聽誰的話 法院已經做這麼輕實的一個判決 那行政單位是against違背這一個判決 那找部長講這一套 找他們這個三個市市長 他就跟我們另外去找 然後然後找這個蔡玉琳是吧 就是那個政務委員 政務委員 他以前也是against的一個 議員那個判斷 但是 不敢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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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明一下 秘書 請你回答 我就一句話就好了 我就一句話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案子因為還有另外一個訴訟案在進行 我已經跟你講了好幾次 部長 我不要你發言 我已經跟你講了好幾次 你回座 我到你辦公室裡面 你講了好幾次 你既然不聽 你已經是怠惰 這個法院裡面判決 你根本就不聽 你今天沒有資格在這個地方 我這是我最後的一次 在這邊諮詢 我不希望你講話 我不相信你講的話 你回座 部長你回座 我請示一下 我跟院長報告一下 你回座 好 是是 跟你在你辦公室跟你講那麼多 那麼多事還不聽 還在怠惰 你今天還有會面在這個地方 來跟我解釋什麼東西啊 一個公務人員 你所作所為都是違反這個法律的規定 法院裡面判斷這麼清楚 你當個部長你還敢在這個地方 來向我 還有騙我啊 院長你不會覺得非常慚愧嗎 跟委員報告 不會覺得非常慚愧嗎 跟委員報告 我想本案其實是蠻複雜的啦 那麼他的當事人事實上有好幾個案子相互關聯的案子 因為這個委員長 這個沒有說是蠻不關聯的 我剛剛這個法院裡面講的非常清楚 這個不關聯的 他現在前面那個案子 這個是兩個案子可以分開的 這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因為他在後面那個案子他否定他前面案子自己的立場啦 所以在這個事情上面 院長我在這個地方 我們認為說本案還在司法程序當中 院長沒有 這個司法已經是已經定案了 就像委員一開始講的嘛 這個案子已經定案了 三權要互相尊重 我在跟您在這邊請教你就是 誰講的話是可以final 因為我們找不到 因為在這樣一個體制之下 我想這個案子還在司法程序當中 我們是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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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行政系統沒有誰講的議案 因為這個案子有好幾個案子綁在一起嘛 沒有沒有已經分開 所以他這個 他等於說 你們講的 我案子還在司法程序當中 這不是行政部門誰講的算 你們講的這些理由已經不存在 我們要尊重司法 這個要尊重司法 你講的這些已經不存在 剛剛部長講的話你都沒有聽嗎 剛剛部長講的話你都沒有聽嗎 你不存在這個司法 你今天當院長在這個地方帶頭 不存在司法 沒有 我想我這個行政院長 在 我們當地方委員的 我們有權利在這邊監督政府啊 你現在還敢在 還敢在這個地方院院堂裡面 這樣欺騙老百姓 行政院長沒有說了算這個說法的 我發現院長這樣子 我希望您能夠回去 再做一個詳細的一個研究 可能我們可以再找差不多一個小時 我們再把這個 你不清智的話 我們再找五十分鐘一個小時 我們再重新再理訂 讓你有一個比較明確的一個了解 好不好 所以回去我們找個實驗 你講本案我們依法辦理沒有問題 我們本案依法辦理 你可以嗎 我們依法辦理 這個法案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剛剛這個法務部長 我講的話他每一句都同意 你現在還要 但是 你就是有帶動的情況 但是那是從單純的個案來講 當然這樣 但是現在這個案子 實際上是委員另外一個原則 就是在進入司法成績的案子 沒有行政干預的權利嘛 這個案子就是可以提出來 讓你們來了解這個法律是什麼樣的規定的 連這個單獨這個案子你們都可以違法 那一個 我不同意這個說法了 我不同意這個說法 本案非常複雜 然後本案 本案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